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的我相信是非常的少 不像大家人手一台手机 笔电 家里都有了 所谓的换机槽可能落空 不会再有进一波的刺激需求 所以我觉得反而像是苹果是明年 预计明年初才要推新的产品 META可能也是 所以我倒觉得元宇宙的部分 并不会有所谓的减缓消费的一些影响 反而会是新品的部分 会有一波 我觉得刺激市场上的需求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拉回 我倒觉得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看 像刚刚谈到阳明光的部分 其实它第二季的获利不错 是年增2.76倍 那我会觉得是真的今天 短线上或许整个卖压很沉重之际 那在今天做押回 我会建议投资人以月线 大约85块钱的付金左右 先做为职层参考 因为毕竟它卷值比也高 有40%左右 还是具备打空的动能 跟宏达电威胜很雷同 都是属于这波强势的个股 但是今天都押回 但是押回来之际 我觉得从题材跟产业前景来看 它还是有期待性 另外零组件的部分 像是之前有传出来 也有机会拿下这个 苹果AR装置订单的做 这个微型散热风扇的2421的见准 我觉得它在近期的走势 相对于大盘都强势许多 甚至以今天来讲 你看见准的股价 都已经是相对抗跌了 因为目前以见准来看 大概就在平盘之下 小幅度的一个夹幅整理 在今天来讲 在这一波沿着五日线上涨之际 并没有出现比较沉重的卖压 外资投信大概这两周开始跳进来 因为以见准来说 它在过去这几年 在VR装置用的这种小型的微型散热风扇 也拿到不少的订单 那下半年的部分 整个整体的驾动率也是维持满载的情况之下 H2的营收应该有机会比H1 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VR装置的供应链当中 我觉得在下半年的业绩 他们反而会优于一些传统供应给手机 甚至NB端的这些厂商而言 是比较有所谓的一个前瞻性的 当然在电动车下面 它也有布局 因为见准过去就是Tesla 散热风扇的主要供应商 所以AR 电动车 我觉得都是在下半年甚至到明年 产业前景是比较明朗的这个区块来说 相关的供应链 我倒觉得趁着今天股价有拉回之际 一些有基本面的个股 我觉得还是可以站在偏多的角度去做看待 好 非常谢谢胡玉堂 胡分析师的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